這不是講嗎 為什麼現在整個沈慶晶態度會這麼強硬 大家才發現說 原來柯文哲跟沈慶晶的利益關係 比我們想像中來的更複雜 兩個人根本就像綁麻花一樣 爸爸的柯他們兩個已經插血圍蒙了吧 你這個時間點 你要怎麼把他們分開呢 骨跟肉如何分離 為什麼會這樣 我就一個很簡單的邏輯跟道理 今天就算沈慶晶把精華整個交代說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那檢調說 你承認是不是 那我們再來討論地克大劍 你以為大家都忘記嗎 檢向招標嘛 那個時候明明不應該這樣蓋 結果你明明給他蓋什麼 五樓五樓 一個是要六樓 一個要八樓 你說我五樓五樓給你 然後把關鍵的消防設施 全部都放在上面 那我就請問這個案件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貓膩 也有 因為彭正生當時是什麼 公務局長 我們現在人也壓在裡面 那我請問一下 沈慶晶這次要招不招 所以你說彭正生 現在一直被借提出來 那你一直被借提出來 你到底是講新華城 還是講萬代漁果市場 他絕對不能招 因為他只要有任何一個破口 各位不是金華城 是會兵敗如山倒 一切千里 那漁果市場 你也要跟著招嘛 對不對 那你招完招不好意思 雙子星開發 明明是科技公司 最後呢 又用發包的方式 又包給了中工 那請問一下 剛剛講到的 這個700億500億 這麼大的弊案 那請問一下 你省清也要不要招 那包括我們講的捷運 保齡哥常常經過的 那北捷 包括到新密的板橋段 那這個你要不要招 那包括我們講的色彩 那你要不要招 那包括我們講的 為什麼最後你把台北市 為了省清晶量身打造 北區 東區 南區 西區 然後呢 包給了中共 物業管理公司 對嘛 保全 所以把那個沒完沒了 你發現兵京華城的 龍基獎一直是冰山一角 所以 現在科跟省是生死之交 省清真正害怕的 不是說你給我龍基率 而是在於說 我在整個台北市政府論內 我跟你北市府之間 有合作關係 有標案的 這些東西只要炸出來 我跟你講這不是生死之交 這利害結合 他們兩個現在利害關係 已經血濃於水 骨肉已經連在一起了 你今天把省清晶抽掉一條腿 柯文整就掃掉一個壁膀 所以這個情形下 你要他們兩個怎麼算 整個案情發展到今天 很多人對於沈晶晶的態度 覺得不可思議 你都77歲了 你有麥晶病 你還帶著尿管 甚至這兩天傳出來說 你有多種兴趣的感染 你只不到今天 還硬到這種程度 甚至剛剛講到 明天忠實話還要開記者會 忠實話要開記者會 按照吳董的所謂的詮釋 他說 我沒有要退讓 我要開記者會 直接跟你銀行團對干 我要跟你政府對干 我要跟你北檢推干 那就來了 到底什麼樣的狀況 讓沈晶晶現在一步不讓 你的整個江山 是遙遙欲墜 你的江山是受到了 整個檢調的系統 整個銀行團的打壓 難道你不怕嗎 你聽你講 我才知道說 原來沈晶晶跟柯文 這之間不是一個金華城 他們有很多事情 綁在一起 他們的利益糾葛 就像綁麻花一樣 整個一層一層的 糾纏在一起 糾纏在一起以後 誰也不敢出賣誰 誰也不敢說的誰的話 因為只要任何一個人 出賣誰的話 另外一方都可以將對方 打到死無葬身之地 沒錯 事實上今天為止來說的話 沈晶晶其實他已經身體 非常不好了 還爆發了所謂的 多重細菌的感染 結果他還是不說 有生命危險 他還是不說 那這樣柯文哲也是一樣 他到目前為止 也是不說 所以現在顯然 他們兩個知道 我們兩個彼此都不說 我們兩個堅強的血膜關係 可以維持下去 用什麼 血膜關係 對 為什麼這樣說 你說他們的頭名狀 對 用心血血成的 對 好 為什麼 那目前為止來說 沈晶晶他也不準備要退讓 明天的這個中工 還有這個所謂的 中石化還有鼎月的開發呢 他們大概有大機率的說 我們繼續做 反正我們就按照我們的 硬幹到底 為什麼這樣說 保證因為很簡單 他們這個在過去幾年的時間裡面 柯文哲還有沈晶晶 他們牢腦的綁住了 不只是他們兩個彼此之間的關係 他也把整個台北市民 跟他們完全綁在一起 你說台北市變成肉票 對 台北市變成肉票 被柯文哲綁起來 對 送給沈晶晶 為什麼這樣說 你要說這次爆的話 那只有金華城 好 保證不是只有金華城 還有什麼 萬大漁果市場 對齁 這也是中工做的 另外一個 信義線的東野 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 信義區的工程 也是中工 另外一個雙子星 雖然說是這個藍天德標 但是工程是中工 另外還有新北環狀線 現在出包 也是中工做的 另外還有行山路的社宅 也是中工做的 然後我們的這個 目前台北市的 大部分的社宅的管理 也是中工 所以等於是 你中工真的出問題的時候 我整個 這個所謂危機機場 出問題的時候 台北市你的工程 你的這個很多工程 你也會停擺 所以說柯文哲 跟沈晶晶現在變成 你泥中有我 對 我泥中有你 兩個人 完全綁成死結 對好 我現在沈晶晶說了 我說能夠得到什麼 我能夠得到什麼 我寧可就不說 反正我跟你 硬幹到底 那柯文哲也知道 因為我就算 在金華城讓了 對 萬大市果債市場 我跑得掉嗎 對 萬大市果債市場 我跑掉了 那社會載 我跑得掉嗎 對 社會載 我跑掉了 那我信義線的東野 我的新北環狀線 對 我跑得掉嗎 原來 他們早就綁死了 對 所以對他們兩個來講的話 沈晶晶知道 如果你只要柯文哲不說 我就絕對不會說 反正我們就牢牢的綁在一起 這個利益太過龐大 因為 柯文哲可以說 在第二任任期 幾乎把所有台北市的 重大工程 很多好處 全部都給了沈晶晶 全給了 所以現在沈晶晶 他當然知道 我要是萬一說出來之後 這些完全都落空 好了 我跟他講 除了金華城之外 現在有幾個案子 大家在討論 第一個就包括說 新北環狀線 新北環狀線的話 今年4月地震的關係 就歪了嘛 萬一說現在還知道說 原來是中共做的 那中共做的 他當初呢 就原來要耐震6 他就沒有打到耐震6 結果這樣 當時的台北市的捷運處就說 我們沒有為他這個驗收 當初驗收沒有所謂的 沒有驗收 那現在怎麼辦 現在只能夠插屁股 插屁股是怎樣 因為你沒有規定正向啊 所以你現在要我這個 要我修OK 你要自己出錢來收 這個太可怕了 今天柯文哲對沈晶晶晶 金華城你要多少容積率 我給你了 今天萬大國在市場 我為你量身訂做 幾樓以前 綁標綁給你了 更可怕的是 新北環狀線 我連驗收 我連驗收都可以放水 對好 另外一個 你剛才講到萬大漁國市場 他是給我蓋到五層樓 上面那些所謂冷鏈啊 停車場都沒有蓋 所以他就 沒關係 你先蓋下面 反正上面 我還是照樣給你 現在講萬一擦屁股 他要追加50億以上的預算 這個跟很像還有哪一個 信義線東延啊 原本信義線東延要從這個象山站再往後面延 延到這個廣時 廣時醫院這個地方 所以我沒想到現在這個東延了 這個柯師傅的時候反正就擺爛不錯 他就一直延一直延 延了之後現在 中公就可以說要我蓋可以 你要多給我預算 又要錢 對所以那這個目前為止就是這樣捆綁在一起啊 因為你都已經讓中公做了 那讓中公做的話 反正我現在就擺爛 擺爛的話你要給我錢 不然的話你市政府你是運作不下去的哦 所以柯文哲對沈靜金有一個SOP 也就是有球兵 你要什麼我給什麼 你精華針要多少容積率 我給你多少容積率 還有我現在幫你綁標 綁標我把最大的利益綁給你 更可怕的是剛剛講的 今天我不但給你追加預算 火塞市場給你追加預算 信義線東延給你追加預算 這個預算就等於說你要多少錢 現在不夠對不對 沒有關係 慢慢的我就會加給你 更可怕的是 今天你就算出了問題 我也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真一隻眼 閉一隻眼 我就全部放水 對 而且他任期的最後一年的時間點 他把我們的所有的色彩 把這個所謂保全 把它分拆之後 分拆就是說要大的公司才能做 所以只有誰能做 中工能做 然後我都全部都大櫃都給中工 所以在最後任期的第二任裡面 他是這樣對沈靜金 所以沈靜金當然知道 除了你收我這些錢之外 因為我跟你利益綁太深了 所以我會跟你講 只要你不說 我就絕對不會說 我再怎麼樣 我絕對會挺到底 那也請你挺到底 因為就像剛剛講 你沈靜金如果金華城就算讓了 你就算金華城咬出柯文哲 對 可是柯文哲在很多案子 對 都可以把你咬出來 所以就這樣 他們兩個現在是綁在一條川上 我如果攻的話 你們是毀滅 你毀滅的時候 同時沈靜金也毀滅 他們兩個全部都毀滅 台北市也毀滅 所以現在等於是 他們兩個綁住台北市 大家反正完全都不說 目前為止 這個恐怖平衡並沒有被打開 那什麼時候才能夠打開呢 這就是他們兩個 可能會說的一個重要關鍵 至少到目前為止 他們還是會決定 硬幹到底的一個狀況 可是柯文哲這樣太惡劣了吧 剛剛講的 你以素人之資 你沒有任何的政治經驗 台北市民對你有期望 台北市民讓你搭了八年的市場 結果你回報台北市是什麼 你在台北市沒有建設 你在台北市沒有發展 你給台北市沒有任何願景 你在台北市這幾年 你居然還輸給高雄 結果你還把台北市這麼多重要的建設 當成肉票送給人 老姐 我跟你講啦 為什麼他們不敢講 第一個 沈津津跟這個柯文哲 我們剛才講那麼多層關係 不是只有金華城 你認為萬島漁果市場 沒有對價關係嗎 你認為其他東西沒有對價關係 都有啊 所以我在說 你解開了金華城一案的時候 你同時也都把這些案子解開 這案子全部解開的時候 那是一個炸彈 一個炸彈 一個炸彈的爆 這個會死無葬身之地啊 所以他們兩個都知道 你綁住我我也綁住 反正我們現在都不要講 不要講讓這個關係下去 你檢方頂多用這樣的起訴我們嘛 其實我們都沒有講啊 所以他現在 這種血盟關係 是很難被打破的一個狀況 而且你說現在更可怕的是 你講的 他已經把台北市政府 把台北市民當成肉票 帶到肉票以後 我最後我崩掉了 對 我兩手一攤 剛剛講的 這些都是炸彈 對 他會在整個台北市遍地開花 好 你看金華城現在 你看已經有司議員在那邊說 趕快不能讓他停工 已經有人出來講話 會貪陷的 對 然後還有那些桌邊的居民說 不要讓他桌下去 你看 這些就是壓力 也就是說他們綁住了台北市民之後 這個是他們一個政治上面 保護他們的一個力量 所以才說 柯文哲的最後 怎麼這麼壞啊 四年裡面 他真的完全對不起台北市民 好 無董 一開始就這樣 我們大家一直非常困惑 很多人問我說 神經濟怎麼會這麼強硬 他都77歲了 他有這麼多的慢性病 他還要裝尿管 甚至剛剛講呢 你都皮膚病都已經有多重性性感染 你為什麼還要一身到底 剛剛失蹤就把我們點醒了 搞了半天 你不是只有一個金華城 你說這麼多的案子 是層層疊疊的綁在一起 這麼多的案子 層層綁在一起的話 我就算在金華城幫你柯文哲賣了 那我柯文哲如果被打成死 被打到地獄 我會搖死你柯文哲 搖死神經濟 這樣子 大家一拍兩散 誰也得不到好處了 這個問題很複雜 因為這個事情 你要 這裡好幾個重要的點 必須要把它先找出來 第一個重要點是什麼東西 到底誰是整件事情的主導者 不是神經濟 柯文哲 是柯文哲 我現在 因為我現在回憶 回憶這個事情不對勁在哪裡 因為我是很早 就跟神經濟找我去他 去跟他聊天這個事情 之後他們公司有個錢高幹 錢高幹也跟他談說 你這個不要跟 千萬不要跟民進黨政府作對 對 不要跟 你就把柯文哲講出來 他跟那個錢高幹的說法 比跟我說法更鐵 我神經濟怎麼可以出賣朋友 我怎麼不幹這種事情 怎麼可以出賣朋友 他什麼時候這麼在乎朋友 我聽說你不是 早就是每天出賣朋友 怎麼突然間變得那麼樣子 狂嗲 夠意思了 前幾天聽這個話也聽不太懂 今天我完全搞懂了 你知道嗎 是誰叫他頂下去 不會 因為我跟他講的建議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建議他跑路耶 我建議他跑 因為他在越南有投資嘛 他在大陸有投資嘛 他以他的投資 他現在出國去一個月兩個月 看看風向再考慮要不要回來嘛 對不對 就跟現在舉止的情況一樣 對 那不是這樣看看 如果你還跟檢察官可以談判條件 他沒有走啊 他沒有走 而且當天你看 我們回憶這個案情的 這個總搜索的總工的日期是什麼時候 是殷小威在機場被攔截被扣留以後 晚上第二天清晨就幹了 對不對 很快第二天就幹 所以殷小威被抓這個事情 消息是被封鎖的 沒錯 沒有人知道 消息被封鎖 然後突然間就衝他們家 所以沈晉晉當時還想要逃掉對不對 所以是來衝這個事情 都要什麼意外 他為什麼覺得意外 誰跟他保證沒事情 柯 柯跟他保證沒事情嘛 柯高估了他的巴西立法委員的力量嘛 因為有人跟柯文哲保證說 跟賴可以溝通嘛 對 他高估了他自己巴西的力量 他低估了賴清德的決心嘛 這個事實在核心問題 因為整個事情柯的邏輯 跟我們不一樣嘛 柯沒有把它當作司法問題嘛 柯完全當政治問題處理嘛 你總預算要跟我談嘛 你司法院要跟我談嘛 那麼多事情 你沒有我柯文哲點頭的話 政府要癱瘓嘛 對 今天已經發生了對不對 癱瘓啊 癱瘓對不對 然後呢 賴呢 沒有退啊 賴不退跟你幹到底啊 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 柯文哲今天出庭的表情 沮喪 絕望 對不對 你看 緊閉雙塵 你講你 你說緊閉雙塵 然後那個牙齋咬著痕氣 就緊張了嘛 他已經知道 在他來講 他完全誤判錯估整個形勢嘛 他錯估整個形勢 把小省脫下水了嘛 那小省脫下水了嘛 那省進去現在退不了了嘛 對 因為太大了嘛 退一件後面幾件沒有辦法退啊 對 而且中間還有一個更大的利益 你知道什麼利益嗎 後面的幾件叫什麼 你們因為我做工程 我老工程了嘛 這個叫做再建工程 再建工程什麼時候 最後有一筆款 是完工後幾付 對 有一筆大的佣金啊 前面有錢金 中間有分期付款的錢 後面有幾條大條的 你現在這個去抓進去關的時候 我跟你講小省會不會給 不給啦 小省後面的賴帳啦 賴幾十億啊 開玩笑啊 我問你的雙子星怎麼會變成 我今天嚇一跳 怎麼變成中工去做呢 是他施工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 因為誰逼那家廠商 要發包給中工嘛 廠商是得標廠商 他當時在投標的時候 因為中工也想要拿雙子星 對 不給他給了另外一個 做電腦的嘛 科技公司啊 對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所以表示他們中間是搓原子湯 搓好的嘛 那誰出來搓的 那只有柯啦 只有柯文哲來搓得動嘛 所以這裡面利益又很大一塊啊 因為那個是那個預算啊 那個不受到民政府的 政府採購法督導啊 那個預算隨便編20億30億 所以柯文哲到了今天 他今天的表情 他才知道賴清德的決心 他以為說我可以跟你談判 我可以跟你交易 可是賴清德那是一個 生死相賭的 所以賴清德的是 賴清德的決心要殺柯到底的決心 讓柯覺得是個意外嘛 因為中間有太多人在那邊穿梭 因為台灣這個政治圈啊 喜歡在兩邊跑的人一大堆 就跑來介紹東介紹西的 那柯有誤判了 柯誤判之後讓這個誰 讓神經經誤判嘛 那神經誤判下去 那意義太大 他推不了對不對 然後還有更重要的 為什麼我今天敢這樣保 敢看斷這個事情 那麼那麼確定的斷下去 就是我看到他明天要開記者會 你說明天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 有間公司有一個媒體邀請函 而且剛剛講他是跟鼎月開 鼎月開發一起開的記者會 這個記者會的負責人是誰 是陳瑞榮董事長 陳瑞榮以前當過經濟部部長 我跟他也算是熟識啦 那陳瑞榮的個性 我你應該很清楚 我應該很清楚 你不清楚我很清楚嘛 他是個老實人嘛 他是領薪水的勾益人啦 這個記者會沒有沈青青 親自下命令不敢開 這麼大的事情 他在醫院裡面下命令嘛 哪裡有問題 他還可以下命令 他當然100%是小省親自下命令 不過這個事情太大了 那下命令幹嘛呢 衝突啊 還要幹 就是很簡單 我明天告訴你 銀行團不用說了 買來銀台 大家攤在地上彈 再攤在地上彈 不是在桌上彈 我就是爛魚打滾 你們白頭都有啦 搞得沒錢啦 不然你要怎樣 你把我咬掉 對不對 他不咬你了嘛 就是要錢沒有要命一條 命也沒有 命也沒了 我就耐皮嘛 我就變成丐幫幫主嘛 所以他昨天 明天這個是什麼 是一個衝突作戰的號角嘛 他先吹響給你看 那給誰看 給柯看嘛 他告訴柯跟他幹到底嘛 還沒抵 我還沒退 柯現在怕他退嘛 他告訴柯他不會退了 那柯就老行窄窄嘛 所以柯在小省這一端沒有破口 那就檢方你要想辦法去找到橘子或是李文中當破口 對 否則的話這個事情照樣起訴 照樣用貪污制裁條例第四條 就違反職務然後行賄罪一樣 一樣判二十年判無期徒刑 但是你張追不到 因為那個 他們現在都沒有明天了 柯也沒有明天了 誰也沒有明天了 有什麼 只剩下錢 所以錢要保住嘛 錢大不大 錢非常大的錢 這個錢我當時我低估 大概搞個三億五億 現在不是啦 可能是三五十億的錢等於要分的 因為那麼多案子嘛 每一個都在那邊都灌水嘛 這個是可惡的一個做法 柯文哲可惡啊 這個壞到了極點 政府工程他要A 連這個BOT工程他也A 就是沒有無錢不賺 五十萬賺五百億也賺 壞到了極點 但是 但是 但是你收不到他的張 因為張款已經拿出去了 好 所以小平 是 看了剛剛講的市中報 我們提點了這個東西 我才發現 過去這四年 也就是柯文哲 最後這四年 根本就把整個台北市 編成了威京的殖民地 你要什麼我就給什麼 法租界 法租界 當然你看十一住行 育樂全部全包了 你看我一個一個來 我簡要講 這個金華城震懾到 連蔣萬安 李四川都不敢停工 他力量有多大 好 今天為什麼我怕你 因為我怕全部搞爛了 我怎麼連任 我蔣萬怎麼弄 搞爛了嘛 案子太大了 他真的想把全部搞爛 當然 搞爛我錢要 吳董講的沒錯 我幾十億保住比較重要 其他爛掉關我什麼事 我管你那個蔣萬會不會連任 今天蔣萬倒霉 前面的市長是柯文哲 全搞爛了 除了民調最後的民 台北市能給都給 然後全部給發租界 然後割地賠款 這兩個勾結 所以這個禍害之深 我沒有看過這樣的台北市長 而且跟丐幫一樣 到處刑起 到處要錢 什麼錢都要 什麼錢都要 這是丟臉 你知道嗎 甚至沒有搞到跟 跟丐臉 你知道嗎 你好歹是台北市長 顧顧我們議員 跟250萬人的顏面好不好 我們首都耶 被弄成什麼樣子啊 你看喔 我隨便講一個小東西 柯文哲的腳是被弄成 丐臉的 丐臉 我隨便講大的不講 我講個最小的好不好 中共保全 中共保全 我們法國會通過 有議員就附帶決議說 保全是一個社區 一個社區 甚至有心理輔導 帶小孩 那個總幹事很重要 不是 全部打散 弄成四個標 東西南北標 然後他就標到六成 他兩年拿到1.3億 他缺現金啊 黨郎啊 你知道省慶慶 而且更誇張的是 中共保全賺小錢嘛 拿現金 給阿伯的錢 中共保全也有出到耶 有啊 你知道嗎 這個9.3億也有他的錢耶 真的假的 真的嗎 你看 你再繼續看那個 所以前面的4.3 加後面的5億 中間的4.3裡面 有 中共保全的 我跟你講 檢察官只剩一條希望啦 就是9.3億 朱雅虎全部招出來啦 這個 真的他現在招一半嘛 我不曉得招多少 你再看那個捷運啊 那個環狀縣 上次地震五級耶 對 公共工程 台北市的捷運 要六級 不用白子黑子血 基本款好不好 沒錯 當然我跟你講 瑞士地震以 五級跟六級 只要差幾倍 差30倍 因為地震是30進位 你可以搞一個 差幾十倍的強度的東西 你歪掉 你有看過五級地震 捷運會 鋼兩歪掉的嗎 當然沒有啊 再來雙子欣 這是什麼大事情吧 這造價要七八百億才幹得起來 好龍斌的時代 第一名叫太極雙欣 不是被幹掉了嗎 錢不夠 第二名是中華工程 那時候太極雙欣 不是好龍斌被打翻 為什麼打翻 是沈慶金把資料給殷小微 把同黨的市長打到死為止 你們回憶一下十年前的王室 是這樣子嗎 當然嘛 我也接到檢舉案 殷小微就打了嘛 我們後來在評估的時候 他就幹了嘛 好那結果呢 結果怎麼樣 也告好龍斌你知道 好龍命不屈服 好龍命雙子欣 我就不給你做 然後這個進化者 我也不屈服 我就392 好龍命多硬啊 回到這個軟骨頭 柯文哲 軟骨頭嘛 今天你憑什麼拿到 七八百億的營建工程 都講好了綁好了嘛 而且重點是 你為什麼可以拿到這個東西 今天我跟你講 他的公共工程品質是差的嘛 我跟你講環南市場 我們都是萬華人 環南市場 他去標啊 標環南市場 100億標不到 所以才要綁這個魚果市場 我被情惹你知道嗎 魚果市場的那些 各個攤販 理監事 哎呀議員啊 放得軟的啦 不要再追弊案了好不好 拜託 如期給我們新的市場 你是萬華醫院你怎麼辦 壓力很大好不好 所有都變成柯文哲的肉票了 全部 我想十一住行娛樂 全部他的 這加起來多少錢啊 加起來上千億啊 你下一任市場怎麼辦 你就很簡單 李四川你敢把他全部 把他殺到底 台北市倒了 不殺 獨職 你知道講完怎麼辦 很難做啊 好 所以說啊 其實看這個東西 我也昏倒了之後 沒有想到 連新北的這個所謂的環壯線 他都然是 新北的環壯線 我們都記得說 今年發生了所謂的地震 地震了以後 它的整個橋梁的橋梁 開始偏移 偏移想說 本來這個是剛剛還沒多久 本來這個已經在保護器裡面 我過去長期跑這個 所謂的這個捷運 當時木炸線 你去看木炸線 現在有很多的鋼壁 有很多的鋼梁 那怎樣 你中間只要有幾個裂縫 我就非要叫你給我補好 現在是給我偏移 你當然要補好啊 現在中工居然因為柯文哲 跟他簽了合約的關係 柯文哲第一個放水 沒有履股 沒有履肝 第二個沒有 真的驗收 第二個就是 但是我今天該給你的要求 在合約裡面都沒有嗎 對 很奇怪吧 其實大家看到這個事情 都傻眼了 而且我之前在五月的時候 我已經調了公文了 公文裡面它有一條 合約上面的公文有一條 不可抗力之因素的話 就不在保固期內 不可抗力之因素很像天災 天災這種就不可抗力之因素 所以呢他認為地震就叫天災 所以呢不可抗力之因素 所以呢不在保固期內 雖然我保固期是在115年 跟你不能說你下個毛毛雨 你就給我漏水啊 你不能因為你是高架的 高架裡面的這個車廂 裡面是容易漏水 你不跟我講說 你總要有一個標準吧 沒錯 沒錯 所以這個就是貿易嘛 就是你在合約書裡面 放水放得太誇張了啦 是因為這更好有個地震 但我們不希望有 結果忽然間有了以後 它還是可以避掉啦 它就不用履約啦 而且當時呢 它得標的金額是137億 然後有四家廠商投標 然後以價格標 以低價標為主 我要告訴大家一個貿易啦 我們等一下跟大家報告一下 接下來這一張 就是我心意東延段 東延段當時呢 招標的時候 是用整個區段的工程 所以裡面呢 不是只有東延段那兩段而已 還有包括其他的 雖然土建工程 水電工程全部包在一起 還有這個新莊縣的大橋頭 那一段也一起 總共標的是48億 可是當時呢 有四家來投標 大陸工程黃昌 還有中工跟泛亞 就用最低標的部分得標 對 跟這個剛剛那個新莊的 新北市的那個一樣 就最低標的部分 你知道他拿 他寫多少嗎 他寫48億 然後48他寫最低嘛 所以他得標了 得標了以後 最重要是問題在後面 你知道嗎 他居然得標以後要寫合約 居然變更契約 變更契約給他50億 那我當時寫50億的時候 我就得標 對啊 可是他不是他拿 他寫48億 結果變更契約50億 那50億讓他做 那不是跟萬大國菜市場一樣嗎 那你說其他的 那三家廠商會不會生氣 當然生氣啊 那我到時候我寫低一點嘛 我寫47億嘛 那你給我50億嘛 因為我們的預算是編51億 所以你如果給他50億 還是合理的範圍內 所以我以後都寫第一標嘛 我寫的月低月好 可是我簽合約的時候 我用變更合約的方式 我直接寫高一點嘛 反正在預算範圍內就好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惡劣的一個行為 怎麼可以讓中共用這個方式 就是像魚果市場一樣 反正我先蓋下面嘛 要蓋上面再追加預算就好 可是柯文哲以前不是講嗎 最惡劣的就是追加預算 可是他對於特定廠商 專門追加預算 然後我跟他講說 那我們這段是什麼時候蓋好 明年年底才會完成 所以呢我剛剛還在問捷運局 那請問一下 那你明年他要再給我追加多少錢 對 然後那錢怎麼編 他說錢反正就有 那一段沒有做完 這一段就補給他啦 哪有這種東西的 是 所以我才說嘛 中共所有的標案都是這樣嘛 反正我用底標來標嘛 標到了以後因為 最佳預算 再最佳預算 那不能的話就是都挖東牆 洗補西牆 再直接用很多的巧利明目再給他 我覺得這個是現在 我認為齁 這個 柯文哲任內齁 其實最惡劣的一個行為 所以為什麼全部都可以看到 你看我們光捷運的標案 他就拿了多少 對 對不對 然後現在呢還有社宅 社宅在蓋 那我們現在就要好好的檢討 每一個社宅 尤其是中共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對蔣萬人來講 那不是 沒錯 我要幫你停工 那就變賴尾樓 我不要停工 我也有可能有公安的危險 可是我不停工 我又會被罵死 沒錯沒錯 那接下來捷運也是同樣的嘛 我捷運要不要繼續蓋下去 如果你不讓我蓋怎麼辦 如果有公安疑慮呢 捷運是知識體大 捷運可能不是只有一個精華層 捷運是公共工程 所以他到時候一定會再用 這樣的方式來勒索我們 我們在說話我為你 過去這四年 也應該講他的任期八年 最後的四年 他對審計經驗真的這麼好 是啊 我知道 我實在從精華層案子 我們才發現 真的我們完全傻眼 而且這個傻眼的程度 我覺得歷任 我在當議會 我們在議會那麼多年的時間 我沒有看過一個 市長是這樣搞的耶 而且呢 是整個結構性的綁在一起 也是說我今天 結構性的綁在一起 剛剛這不是就結構性嗎 對 他不是只有精華層啊 他還有捷運啊 他還有社宅啊 煞血圍蒙的關山勾結 對 然後呢我覺得 柯文哲是因為他失心瘋 是因為他一直 一心想選總統 那想選總統的時候 我今天要幹嘛 我一定要趕快把 我要網羅更多人給我資源嘛 今天呢我成立一個民眾黨 我用民眾黨的名義 然後再募很多款 然後很多錢 是不是真的 進到民眾黨的 口袋裡面 不曉得 還是進到 民眾黨的成立是柯文哲第一個魔戒 對 這個魔戒在他手上之後 對 他就完全變一個人了 對 但是他就利用 我說藍白河 那時候為什麼不能藍白河 我跟你講 後來發現其實 我可以自己 我現在是總統候選人耶 錢是到我身上 我今天跟侯友宜合的時候 紅黨沒聽懂 他叫兩億美金 對 紅黨當時沒聽懂 對啦 沒聽懂 然後呢 因為國民黨從來沒有接過這樣的案子 好 那再來呢 我如果變成是富的話 請問一下錢是給侯友宜 不是給我啊 那我當然要當政的嘛 所以我當時不會跟你藍白河的原因 在這裡嘛 如果要是藍白河的話 我錢不會給你啊 企業都給你的 都給侯友宜的 給國民黨 那我民眾黨算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我們終於恍然大悟 原來呢 這個魔戒是在柯文哲心中 用所謂選總統成立民眾黨 事實上就在為自己 為自己 土利自己的一個方法 忠實話在10月4號的時候 發了一個重訊 發了一個重訊 當時怎麼講 他說你現在扣押我這個土地 但是呢 我頂月公司 我也不是融機獎勵20%的申請人 我也不是犯罪所得的流向人 現在這個我還沒有取得裁定書 如果取得裁定書 我會抗告 當時講出來不對啊 這個土地是你的啊 你怎麼講的一推二五六 好像這個事情跟你都沒有關係 結果我們去查了以後 真的 申請人 竟然不是頂月 竟然是金華城 大家當時就覺得不對喔 可是當時覺得不對的時候 還覺得那高院會接受 你這樣的認為嗎 會真的認為頂月跟金華城 是兩個不同的法人 不同的公司 你的頂月真的是 善利益的第三者 不應該把你牽扯進來嗎 搞了半天高院 真的接受他們的看法 真的把頂月跟金華城 變成是兩個不同的法人 不同的法人 你要去傷害頂月的權利的時候 就要非常的謹慎 就代表說當時審慶金部的這個局 而且我們要特別強調 審慶金部的這個局 要台北市政府同意 不然當時的地主 已經不是金華城了 金華城還用申請人的話 北市政府是可以直接推翻的喔 就北市政府接了以後 接了以後 形成這個局到今天 高院就說頂月是頂月 金華城是金華城 今天就算有犯罪也是金華城 跟頂月沒有關係 是 所以早在2019年的時候 當審慶金跟柯文哲狼狽為奸 在破壞整盤局的時候 他們已經埋了一個東西 逃生錦囊 逃生錦 打開來上面是什麼 金蟬脫殼 金華城的金 這個金蟬脫殼 不是只有脫一層 把這個脫兩層 我現在問你 那些在審當時這個整個 容積獎勵的這個都委會的委員 你知不知道 他們這個土地是誰的 你認為他們審的時候 他們知不知道土地是誰 他們當然要知道啊 他們為什麼會知道 我不要看那個申請書嗎 好 你講那個重點 申請書 我們現在幫我們那個 關鍵時刻獨家幫大家 找到一個密件 非常誇張的一個密件 什麼密件你現在看到 左邊的那個文件是什麼 就是在2020年11月16號 台北市政府蓋章核定的公展 公展 就是這個金華城 那個計畫我們要讓他公展 上面寫申請的是誰 金華城股費有限公司 是 那你再看右邊這一個 這個時間點是在2021年11月1號 也就是整個金華城都已經確定取得 而且台北市政府核定了 上面寫申請人是誰 凱基商業銀行 是啊 那我問你 那你怎麼會從頭到尾 會認為評審委員會 他們知道這塊土地是頂月的呢 不知道啊 從頭到尾沒有出現頂月兩個字 而且我跟你講再給他一個更驚人的 好 本來申請人是金華城嘛 那你為什麼會變成 為什麼會變成 凱基 我們找到一個文件 關鍵才太厲害了 趕快把那個文件秀出來 這個文件 你真的 你有沒有看到 礦礦的地方 這是哪 這是哪時候 這時間點是在2021年的9月9號 這是最重要的一個都審會決議 這一場的都審會決議 把這個容積率從560%變成672% 再變成840% 就是這個最重要的這個拍板定案 而且你知道嗎 這一個的所謂的都審委員 送贈賣那些人全部都請假 就是這一場 結果這場的都審會裡面 竟然有人講什麼 他說哦 你們哦 那個信你們那個土地的所有權人 申請人 整個容積的申請人 一直寫金華城啊 這樣不對啦 因為哦 這個所謂的信託人是凱基啦 那雖然這個實際的所有權人 也就是委託人是金華城 但是哦 你們按照規矩啦 你要把這個凱基寫在上面 後面寫委託人金華城啊 這樣啦 好 我問你他上面寫土地所有權人是誰 凱基不是嗎 他上面寫土地所有權人是誰 金華城 哦 所以我問你 在那個審議的都審委員 會知道這個土地已經賣掉了嗎 不知道 從頭到尾 可是你說別人不知道以外 台北市政府要知道 當然 你剛剛講說那幾個案子是 如果我今天申請人 蘇陪已經幫我們講 對 你今天要做任何的變更 你一定要土地持有 土地持有人 跟土地使用權人 對 今天計劃城已經賣了 對 所以計劃城不是土地所有權人 也不是土地的使用權人 你根本沒有資格提出申請 對 你的凱基也沒有資格提出申請 你就可以連過兩關 沒有我的問題 我跟你講他們是知法玩法 他們實在太厲害 你知道他們搞什麼嗎 搞信託 他們又信託了 他有一個委託人 有一個信託人 但是他沒有告訴你 受益人是誰啊 你說 施尼劉寶傑說 這個土地當時已經被頂月了 頂月沒有完成交易啊 頂月只有付投期款 沒有付尾款啊 所以頂月什麼時候完成交易 2021年11月底 頂月才完成交易 所以他什麼時候公展 他什麼時候市政府拍板定案 2021年11月1號 他在跟你玩這個遊戲 換句話說 在他拍板定案的時候 當時的土地狀況是 他是處於一個交易中 委託人是金華城 信託人是凱基證券 可是可能有一個 所謂的受益人 受益人可能就是頂月 所以你知道他是 他是祭中祭 他是一個金蟬脫殼 脫兩三層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還弄一個信託弄在上面 所以我跟你講喔 從法律的角度來弄喔 我覺得這不一定是很好 容易去 當然台北市政府一定有問題 因為一定有人知道嘛 對啊 對一定有人知道嘛 可是我認為這些 在省的這些都省委員 可能就沒有 因為從上面上 他還白紙黑字 金華城 他白紙黑字 凱基商業銀行 他白紙黑字 他在整個頂月完成 交易的前一個月 他還白紙黑字告訴你 土地的實際 所有權人 金華城 所以啊 所以啊 所以當時台北市政府作假 作假啊 我跟你講 我真的懷疑 當時參與那些 所有審議的審議委員 沒有人知道 其實這塊土地 根本已經被賣掉了 那 可是不對啊 當時在賣這塊土地的時候 是大新聞耶 對 當時的媒體都已經見諸報導了耶 對 如果你對這個所謂的 都市計畫變更 你對金華城有所了解 你大家都應該知道啊 連我都知道啦 對 我們是覺得都應該知道 可是我們不是也都以為 申請人是頂月嗎 所以這就是厲害 什麼叫知法玩法 他就搞出了這一招 當然我還是認為 從頭到尾是市政府 絕對是配合 因為 你從這裡看啊 我跟你講這很有意思喔 前面應該是講說 有一個時序表 到了就是他是這個土地 是2019年9月26號 以372億標下嘛 但標下之後 沒有完成 沒有完成交易嘛 你看就很複雜 但你看重點就好 2019年9月26號 是不是就標下對不對 我告訴你 在2020年12月24號 最底的那個 左邊的最底那個 那一次的會議上 其實那個都省委員 還是反對喔 他說你這個從公益性 從什麼對價性 完全都不符合 所以是反對的喔 甚至到二 我跟你講他們一直都反對喔 所以到2021年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2021年4月11號 第二次便當會 然後2021年的那個 8月份就開始那個 那個叫什麼名字啊 彭政生 就被指定成這個 整個案子的PM 然後就開始整件事情 哇跟火車過山洞一樣 就不斷地闖闖闖 然後闖到後來就變成到 2021年的時候 這個才是最重要 所以到了9月9號那時候的 最重要那一次都省會 之前反對的都省委員 都不見了 對 所以9月9號那2021 所以我2021年的 11月1號 我確定已經拿到 這個所謂的榮獎的40% 我第二天就完成交易了 是 就去過戶給底月了 我跟你講 因為他是確定之後 反正他就是11月完成交易的 他整個案子拖了兩年 就11月底突然之間 就完成交易 所以我覺得這整件事情 毫無疑問 絕對就是台北市政府 跟沈青金兩個人 就狼狽 我以前設局了 設了這麼一大套集 而且最厲害是 中間還弄了一個 逃生井囊 金蟬脫殼 還拖兩次 但是我現在是還覺得 就是說 那些都省委員 到底知不知道 鼎月 就是我懷疑 他們是用信託的方式 就最終的受益人 應該就是鼎月 不然為什麼 你後來所有的相關的 而且還弄了一個 增補條款 如果真的拿到 八百四的話 你鼎月還要給我錢 對 不然的話 為什麼突然 要是我是那些相關委員 或是我是市政府官員 我想說機關的 你在土地 到底是誰的 一個人說是精華層的 一個人說是 開機的 到現在跟我來簽約的是 是鼎月 這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他們一定是 是在用信託的方式 讓這整件事 在法律上 是佔得住腳 所以要怎麼樣 去突破這一點 其實還有一些挑戰 帶須惠 這個真的佔得住腳嗎 剛剛講的 你今天在申請 台北市都市計畫書的時候 你的申請人 確定是金華城公司 可是按照現在法律 你根本不能當申請人 你台北市政府 根本不能接受啊 是啊 尤其現在鼎月 開始告訴大家說 沒有啊 我那時候沒有要求 金華城去做申請啊 我土地雖然已經買賣 但沒有完成交易 他不是我啊 我已經買了 所以就變成是我的 對不對 那你沒有經過我的同意 你怎麼可以去做申請 所以他現在跟法院提出 相關的說 你來扣押我的土地 這是不對的事情 那我就問你 我就回過頭 要問台北市政府 如果現在的土地所有權人 他在2019年 就已經取得土地所有權 他現在否認他2020年 有提出申請 請問這個都市計劃性不變更 還算數嗎 不算嗎 當然不算數啊 我都 我是當時的土地所有權人 我都說沒有這個事情 你為什麼還可以 我現在不懂事 你不是講那是法律嗎 那你白紙黑紙都已經講了 你只有兩種人 第一個是土地所有權人 跟土地所有 所謂的使用權人 你明明違規 違民不合 你進化成違民不合 這兩個條件 台北市怎麼敢接受這個案子 公務員怎麼敢接受這個案子 是 我要跟大家報告 就是剛剛講的 2019年9月的時候 金華城完成買賣嘛 可是他一直到2021年的11月2號 才從金華城過戶城給頂月 所以在還沒有都市計劃完成之前 都一直是金華城的 但都市計劃拍板確定公告之後 隔一天就完成交易了 就把土地登記在頂月名下 但現在離譜的是頂月說 我告訴你喔 金華做的我都不爛喔 我是善良第三人喔 那時候的土地已經是我的 我只是沒有完成這個交易 那你如果之前沒有講都不算 之前沒有講你是這個 不法利益獲得的人 那你就概括要承受 可是你現在去跟高等法院講說 沒有喔 跟高等法院講說 不對喔 金華城的那是20%農獎 不是我申請的喔 不是我申請的喔 我是善良第三人喔 我不認喔 他所有的尾法我全部不認 然後法院說 對他是善良第三人 那你這個都市計畫還算嗎 當然就不算啊 你的世界不變更當然就不算啊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 在2022年11月6號 所簽訂的這個回饋協議書 頂月跟台北市政府 所簽的回饋協議書 就是這20%農獎 金華城這塊土地拿到之後 要回饋給台北市政府的 你知道簽約的人就是頂月 所以20%的不把獲利 是你在用的 是你在獲利的 然後你現在講說 不是我不是 我是善良第三人 那我問你啊 那你22年11月6號 你為什麼去簽約 對 頂月師 現在大家看不懂啊 他這個事情真的 本來想說 通過扣押這個金華城的土地 給神經濟施壓 現在高院駁回 不是就完全沒有壓力了 對啊 所以如果看起來 這個我是覺得說 因為依照訴訟法的話 的確如果是犯罪所得 本來就可以扣押 現在就是透過一個層層的關係 一下子就是過戶 延後過戶 再加上說這個信託的關係 就好像要製造很多斷點 讓這個行程說 好啊 所以一切的錯 一切任何的犯罪行為 一切的違法 全部都是金華城 反正我頂月 我都沒有任何的錯 我都是乖乖的 但是呢 其實最後誰是最終受益者 頂月啊 就是頂月啊 而且這個發回的 你沒有特別提到說 犯罪所得的流向 這個時候犯罪 忠實話也說了 犯罪所得的流向 其實到底是流向誰啊 其實是流向這個頂月啊 為什麼呢 因為最後的這個實際上 容積獎勵是可以移轉的 就已經移轉到頂月了 而且頂月 他也跟台北市政府來簽一個回饋 說我拿到了 我要來回饋 那你不是所得人 你不是不法所得人 那你為什麼要簽這個東西呢 對 所以看起來就是很奇怪啊 那高院為什麼這樣判呢 高院 其實我覺得高院要判 可能啊 只是說這些事情 還沒有那麼清楚 我們只是希望說 第一月你把這個 到底是不是犯罪所得啊 到底誰是行為人啊 以及說有沒有扣押的必要性啊 大家可能這個案子 比較眾所矚目把他講清楚 也不是說發揮就一定說 就再也不扣了 那我會認為說還是得要扣啦 因為這個如果不扣的話 等於是仕同 就是讓他們得逞嘛 就是說金華城是金華城 頂月是頂月 都是分開的 那以後大家都可以這樣幹了 以後大家就這麼做了 那還得了 總 我看到了高院 發揮耕才的理由的時候 我有點毛骨悚然 然後我對金華城這個案子 覺得後面的密謀 後面的勾竄 比我想的氣聲 切綿密 沒錯 剛剛講說 今天發揮割捨的理由 居然是跟忠實化 當時發重大的理由一模一樣 也就是今天提出申請的 是金華城 也不是我的底月 也不是中華 這個你今天如果有犯罪所得 跟我底月也沒有任何關係 對 我想你在講什麼東西 你們倆不是同一個公司嗎 你們倆不是同一個地主嗎 你怎麼可以切割成這個樣子 搞了半天 原來這在法律上是有作用的 沒錯 原來他們當時不是隨便在做這個決定的 而且在做這個決定 有個非常關鍵就是 台北市政府一定要買單 否則用金華城提出申請的時候 台北市政府可以打回票的 可以看出來說 原來在2019年的時候 沈慶金跟柯文哲 當時在金華城產權做轉移的時候 兩個人已經密切合作了 而且昨天高院發揮耕採的理由很簡單 他就說金華城是金華城 鼎月是鼎月 過去一段時間犯罪者是金華城 跟鼎月沒有相關 所以你要扣鼎月的土地 我認為你應該要回去說明清楚 這個到底犯罪的事實是什麼 看起來的話 我們昨天晚上看到的時候 難道是要 難道是要讓鼎月跟金華城 他們兩個就金蠶脫格成功了嗎 不是我們當時的理解是2019年的時候 金華城已經把土地賣給了鼎月 當時的地主已經是鼎月了 如果你要開發你有任何權益關係 那不就鼎月嗎 搞了半天 他們花了兩年的時間過戶 搞了半天是 他既然所有中間所有的過程 都是由金華城提出 由金華城提出的時候 台北政府照理講你應該駁回的 台北市政府都沒有駁回 台北市政府當時完全 配合沈慶慶的演出 還有今天這樣的一個結果 就代表我們以前還小看 本來以為是從便當會開始 沒有 2019年當金華城土地賣給鼎月的時候 柯文哲跟沈慶慶已經密切合作 已經沙盤對焰 已經把所有的細節做過計算了 沒錯如果你看了整個故事的話 你會發現到說 沈慶慶跟這個柯文哲兩個是狼狽為奸 他們已經共謀了非常久的這個時間 狼狽為奸 而且他們已經把很多的部署 都已經把它算得好好的 又裡面用什麼方法呢 保證利用什麼 台北市政府的執權 你就提出來申請吧 我可以給你什麼 時間上的落差 譬如說你的鼎月買進土地的時間 跟你金華城 你真正過戶的土地的時間 有兩年的時間 這兩年的時間裡面的落點 落差的時候 我就讓你金華城 來申請這個土地的這個作業 這個榮譽跟榮獎的這個部分 讓你來申請 這個利用這個時間差的這個方法 那我台北市政府呢 針對你這個金華城 你這個案子 我就睜一隻眼逼你 讓你送過來吧 我不管你現在地主到底是誰 反正你就送過來 送過來的話我讓你通過 通過之後呢 容易都通過之後 我再讓鼎月去過戶 過戶之後呢 完全就變成是鼎月的土地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 鼎月就可以說 那金華城犯的罪 跟我完全沒有相關啊 所以保證你知道 這整個劇本 都是他們完全寫好的 沒有台北市政府 來跟他配合演出的話 這個絕對不可能會 形成這樣一個劇本 不是 為什麼我眼睛會跌破 是之前在這個 忠實話提出了這個仲序的時候 對 講得非常清楚說 你現在不是要扣押我的土地嗎 但你扣押我的土地 抵月公司不是容金獎勵 百分之二十的申請人 而且也不是犯罪所得 流向的人 我心想說你講什麼話 這個地主不就是你嗎 是 怎麼可能申請人不是你 就搞了半天申請人 還真的不是他 真的是金華城 金華城照理講 那是違法的 台北市政府不會接受的 台北市政府也會接受 可是想說這個東西 也太荒誕了 高院不會接受吧 是 就高院居然照單全收 沒錯 高院的這個 所謂他的這個裁決書來說 跟鼎月說的這件事情 兩個是一樣的 原來法令上的認定 法院可能是這樣去認定 這樣的事實 他真的可以把它搞成 兩個完全不同的法人 所以寶傑告訴你什麼 這一切都在忠實化 或是沈晶晶的算計之中 他知道我用這一點 我可以 可能有可以駁回的這個狀況 好 那我在講 事實上如果你看整個事情 來這個進行來說 我覺得他們真的已經計算好 寶傑你記不記得 最早黃珊珊跟忠實化 他們是要用什麼 用25條 你看 他們先用一劑25條 25條過不了之後再生一劑 所以顯然他們有相關的 劇本在這裡面的 他們怎麼去反駁 怎麼樣去進行 他們都有沙盤推演 所以你不可以小看審慶晶 審慶晶一開始發佈 一開始他也送25條 然後黃珊珊就跟進25條 忠實化丟出來說 我們這個頂月跟這個金華城 是兩個不相關的 你看他們有步驟在進行之中 好 那如果我們完全回推的話 寶傑你就知道說其實這一切真的 沒有市政府的這個配合演出 是不可能的 因為你講到一個最關鍵的時間點就是 它是在2019年的9月26號 等於說當時底月開發以372億 標得了金華城的購物中心 所以看到這個時間 2019年的9月26號 可是後來知道什麼 購物的時間是什麼 經過了兩年的時間 到了2021年的11月2號 你為什麼要拖了兩年的時間要購物 搞了半天 中間最關鍵的時刻在這裡了 對 這關鍵時刻幹嘛 便當會在這裡了 都發局交辦了 這個工展了 工展完了以後 確定要在2021年的10月12號 彭震生帶起柯文哲覺醒的時候 確定你金華城已經成功拿到20%的榮獎了 注意 在2021年10月12號已經確定拿榮獎 馬上就過戶了 過戶了以後 今頂月就是一個乾淨的第三人了 沒錯 寶傑想這個時間點來說 的確沒有市政府的配合 是不可能演出的 為什麼這樣講 第一個 我們先給大家注意一個時間點 就是他事實上 頂月拿到金華城的土地 是在2019年的9月26號 然後當時是372億買一下 所以我們的認知裡面會覺得說 這個土地已經變成是頂月了 對變成頂月 可是這時候頂月做了一個巧門 他就說我雖然買了這個土地 但是我沒有過戶 沒有過戶的話 那就變成是到底現在的所有人是誰 那好 所有人是誰不知道 不只一個時間差 時間差在這個地方 好 不知道誰是法人的時候 不知道誰是所有人的時候 這時候呢 由誰去提出這個原本的這個土地變更 土地獎勵呢 是由金華城 金華城這時候你看 包括2021年 變當會 開始的都是由 你看 都是由金華城發出來的 陳育昆對不對 金華城股份有限公司 去進行一個申請 陳秦凱都是他 都是他之後 後來開始進行這個 柯文哲進行這個發辦 然後後來 決心公展的時候 這時候 大家仔細看 都是金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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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都還是金華城 可是寶傑 這是我們一般認知裡面 這個應該土地已經是頂月 為什麼還是金華城 好一直過來過來 一直到2021年 又三場便當會之後 金華城終於成功獲得 20%的這個榮獎之後 然後彭正生代行張蓋下去之後 寶傑在這個時間點 我20%拿到之後 就過戶了 馬上就過戶給了頂月 過戶了頂月之後 現在頂月變成是我的 所以過去做這些20% 這個榮獎的爭取是 是金華城 那我現在拿到的是 頂月公司的手上了 然後接下來就取得建造 取得建造之後之後 就換成是頂月公司了 所以就說台北政府 而且我覺得台北政府 你在幹什麼的 你之前我跟你申請的 全部都是金華城 可是到時候也好 我要簽署這個回饋協議的時候 我又是頂月 那你台北政府 都不會覺得怪怪的嗎 對 所以這就有問題了嘛 他等於利用兩個資訊差跟時間差 我們一般都認為說 應該是頂月拿到土地 是頂月要拿出來這個 申請這些相關的這個榮儀榮獎的 這個部分就是金華城 那金華城的話 台北市政府 你當時應該要想想 這個到底你能不能夠申請 還是怎麼樣 我們也不知道當時台北市政府 怎麼想的就讓它進行 所以我才說 這裡面沒有市政府讓它 爭一隻眼 逼一隻眼 或是怎樣 違法就讓它過了 過了之後你看 後來又變成是頂月開發 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這裡面當然 你看就形成了 你看 有問題的是金華城 不是我頂月 我頂月變成是三億第三億 而且石聰兄長哥 這件事情 to perfect to be truth 太完美了 完美它完全不是真的 為什麼不真的 哪有人計算到那麼好的 哪有人計算到 讓頂月完全自身是外的 而且你的市政府 全力的配合 你完全坐實了 柯文哲跟沈基基兩個人 狼狽為奸 對 所以才說 他們兩個有非常緊密的計算 不過我跟他講 事實上 擺密還是有一書 擺密還是有一書 為什麼有一書 第一個 你到底金華城能不能夠提出這樣的申請案 事實上 不是不行的 你要頂月說 我授權給你 所以如果假設是頂月授權給金華城的 那跟頂月完全相關 所以你不要說頂月跟你沒有相關 再來第二個點 我跟他講 現在這個法官是說頂月跟金華城完全無相關 不對 為什麼不對 因為金華城當初持有人的 中公是持有金華城的 所以中公持有金華城 還有中石化持有金華城 中石化他下面的子公司 頂月也是他子公司 所以其實是有相關的 只是現在呢 法院只要這個檢察官 只要再把這些訊息給了這個法院之後 我覺得後來還是會一樣的這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從這些蛛絲馬心你可以知道說 他們想了很多方法 太空太胖 想了很多方法 一定要讓他完全沒有這個 從一個骯髒非常多的金華城 把它轉到頂月是非常乾淨的頂月 那你看他們在這樣的過程裡面想了那麼多 所以我才說金流會只有這樣嗎 所以他們兩個毫無疑問是狼狽為奸 好 蘇佩 剛才講的高院昨天駁回了第一院的這個財地的時候 我演出這個位調查怎麼可能 但當時講說忠實話說 忠實話導演講 今天提出這個所謂的榮獎20%不是我們 今天犯罪所得也跟我們沒有關 我們當時就覺得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一推二五六 後來我們去查才知道 原來他中間利用了兩年的時間差 2019年我已經把土地賣給你頂月 可是我居然沒有過戶 沒有過戶一直到了 等於說當時彭正森過覺醒 讓這個確定拿到20%的榮獎之後 我才馬上過戶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台北市政府是完全的配合 而且從一開始 台北市政府就明知道違法 還要繼續的幫下去 我覺得這個事情其實是個大事情 因為高院的這個根材其實讓台北市政府 當時在審金華城榮基20%榮獎的核霸性出現的大問題 就是依照都市計畫法第24條 你要土地關係權人 土地權利關係人才能夠提出都市計畫的相關 細部計畫的審査 而這個土地權利關係人是土地所有權人 或土地使用權人 土地使用權人要有點權人 地上權人 地域權人 永電權人 永電權人 永電權就是這個電農 然後或者是你有租倫 能夠提出土地所有權人 把這個土地權利讓給我的人 你才能夠去申請嘛 好 現在這個頂月開發去要求說 我看到說這個是金華城申請的 與我無關 這個時候就大問題喔 那金華城在2020年的時候 怎麼可以向台北市政府 提出都市計畫的相關申請 代表那時候就違法啦 你講喔 這已經是白紙黑字喔 白紙黑字裡面 都市計畫法裡面 有關土地權利關係人的範圍 你一定要是土地權利關係人 你才可以提出這個 融積率獎勵的這個申請 沒錯 結果 你今天金華城土地已經賣掉了 你已經不是所有權人了 你已經不是土地使用權人了 台北市政府竟然還買單 是 然後他去申請 台北市政府還買單 買單送給他20%融積獎勵之後 現在被扣押 頂月說 不是我 不是我 我是善良的第三人 我沒有關係 我沒有跟你說 你如果真的散良你就出大事了 為什麼 你20%融獎全部取消啊 代表 代表你當時的申請 你當時提出的 你一開始就不合法 對 你當時以金華城融積提出的 細部計畫 便全部都違法嘛 我就全部都取消啊 因為你不是申請人 那這個申請人就代表 這20%的權利 跟你就沒有關係嗎 而且不只20%喔 你知道在那個細部計畫裡面 其實是560加上50% 20%的融積獎勵 跟30%的融移喔 都是金華城 是全部取消 就回到560 就回到560了 所以現在金華城 在蓋的這張建造 直接廢止 因為你根本沒有經過都市計畫 你怎麼可以去申請840%的融積 你怎麼可以蓋成你現在要蓋的這個模樣 可是我想 台北市政府怎麼敢啊 台北市的公務員 難道你不干法律嗎 台北市政府的公務員 怎麼敢接受這個申請案 寶傑哥 你忘記了 柯文哲要求黃警茂怎麼樣 11天內就要辦理完成啊 對齁 工作同仁來得及去查查嗎 當時台北剛好是COVID-19最嚴重的時刻 你不去注意台北市的萬華 你去注意 要求11天把它弄搞定 是 而且在這11天裡面 還有誰去要求威京的7個員工 各捐了30萬 就是這個時刻 就是這個時刻 而且就是誰 就是鼎月的董事長啊 鼎月的董事長朱雅虎 是在2019年的9月上任的喔 對 就是金華城賣給鼎月之後 他就已經擔任董事長了 2020年的3月 你現在講一個威京就是 但是當時本來就好說你就升起嘛 你升起我就接受嘛 那就沒什麼了不起嘛 那你如果說有7個人 一個人30萬 210萬 那也不過是你的政治捐獻嘛 也沒什麼了不起 可是如果他一開始就是違法 他一開始就是完全違背法令 那問題就大了 是 所以如果完全違背法令 你這20%的榮獎加30%的榮儀全部取消 上一次在2022年通過的那個都市計畫 全部都取消 那個建造全部都應該要廢止 因為你根本沒有多增加的這個50%的榮基 可以去用 所以你現在鼎月 蓋金華城的這個全部廢止 但是我要回過頭來講 鼎月要說自己都不知道 說得過去嗎 剛剛講的 朱雅虎在當你 是你的老闆 是你的董事長 是嗎 你的董事長自己都承認行賄了 對不對 在2020年的3月他都承認行賄了 還找了威京七個人 還傳給李文中傳鬼蔡壁爐 傳給這個張哲陽說 210好了謝謝560 這都不是登後謝都已經那麼清楚了 然後他也承認了 你現在說你不知道想要當小白 怎麼可能嗎 那如果都是這樣我要講是說 鼎月你真的有信心 你是50%全部都不要喔 你要建造全部廢止喔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接下來 台北市議會馬上要進行公務部門質詢 我會要求把這一次的都市計劃案 全部進行廢止 因為當時的申請人 根本不是土地所有權人 跟土地所有權人完全無關 應該要廢止 好 鼎月先生 你說你長期從事這個法律工作 你看了以後你都覺得嘆為觀止 這個東西是一個非常精密的法律計算 而這個法律計算 跟台北市是合作的天衣五縫 才會有這個結果 他沒有想到他弄這個斷點 而且高院還接受了 是的 現在看起來就是說 他利用這個時間差這個兩年的斷點 製造成一個斷點 讓這個申請的人是金華城 但是最後獲得利益的是鼎月 用這個方式來製造一個斷點 而且這個斷點的配合的方式呢 一定沒有辦法 這個由金華城或鼎月自己來操作 一定要有台北市政府的人 來一個緊密的一個合作 所以一定是台北市政府 也知道這件事情 這個共謀 是的 它是一個共犯的結構 台北市政府一定要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允許說 這個兩年內不過戶 讓這個金華城來申請容積獎金 好 那李醫生 剛剛蘇美有講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硬要講說 金華城是當時的申請人 可是你按照所謂的法律關係人 來講的話 你又不然就不符合資格 難道這個 可以從一開始 它就是無效了嗎 是有可能的 它無效了 因為相關的規定 雖然這個名字還是這個土地 還是掛在金華城的名下 但是他實際上已經買賣契約了 已經出售給了這個頂月公司了 所以頂月公司 他可能是實際上的一個債權人 他對於這個土地 是有一個控制上的權利的 所以呢 到底現在金華城 要來做一個容積獎勵的申請 到底是合法的還是不合法的 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但是這個一切都是一個很法律上的高手 他有在做這樣子的精心的安排 來讓這個說好這個頂月公司先買了 但是不過戶 讓這個金華城還是在這個土地的 名義上的一個所有權人 讓他來做所有的事情 不管合法不合法 讓他去受這個容積獎勵的申請 那一申請完 拿到了這個所謂的犯罪的所得之後 不法所得 馬上這個個天就過戶給頂月了 然後之後頂月公司就可以說 跟我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是一定是一個精心的安排 好的 可是高月現在如果做了這個裁決 做了裁決我幫你駁回 難道我現在就拿金華城 一點辦法都沒有了嗎 我現在也不能扣押你的土地嗎 那我對你整個計畫城 我對你審信機 一點壓力都沒有了 事實上這也是一個發回而已 現在要回來地院來重新審理 那其實高等法院的意見是說 要針對這個犯罪者 到底是不是頂月的部分 要來做一個請地院來做一個 比較明確的說明 那事實上這個容積獎勵 是如剛剛說的 容積獎勵是可以移轉的 所以頂月公司他實際上是目前的 不乏所得的一個持有者 而且第二點各位不要忘了 頂月公司當時還編了4.7億要給金華城 要來感謝金華城說 感謝你幫我申請一個容積獎勵 如果這個是事實的話 那請問這個頂月公司 有沒有支付一個對價給金華城 如果有的話他也是構成說一個 不乏所得的一個對價關係 他還有一個增補條款給了4.7億 是的 所以既然有一個對價關係 那為什麼你會說你是完全的善意第三人 你都不知道呢 而且再加上說這個頂月公司的老闆 是珠雅虎 那珠雅虎請問試問各位 珠雅虎是一個大人物沒有錯 但是請問他有辦法吃下這個 這個容積獎勵的這個量111億嗎 當然不行 沒有辦法啊 所以珠雅虎上面一定有人 來做實際上一個操盤的 那所以之後他的老闆是誰 他的老闆就是沈慶金 所以珠雅虎只是沈慶金的一個 他裡面的一個指揮的一個人而已 所以其實歸來歸去 這所有都是一個犯罪集團 而且所有的這個實際上的利益 都歸到最終的老闆 就是威京集團